那么如果跟大家再进一步讲一讲的话 其实这些药呢 它的这个思路啊 今天我们再一看 我觉得用意特别深了 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知道 我们这个情绪啊 对吧 会跟什么 跟这个我们肠道军群相关 对吧 我曾经是跟大家讲的这事啊 就是这个肠道军群决定了我们的情绪 我们情绪决定了肠军群 现在我们这个肠道里边军群 换军群这种疗法呢 专门治疗什么病 治疗这种抑郁症啊 自闭症效果特别好 所以我们肠道军群呢 跟我们这个情绪密切相关 是我们叫腐脑 腐是肚子的这个腐啊 腐脑 那么当我们脾胃虚弱以后 人正气不足脾胃虚弱 脾胃虚弱相当一部分功能什么呢 相当一部分内容什么 是肠道军群的紊乱 是他的这个 这个有益军 大量死亡越来越少 有害军生长 所以这样的人营养吸收会有问题 那么怎么样呢 哎这样人正气就不足 是吧 正气不足 那么像李东元他们这些方的呢 大家看到 全都有一个特别经典的搭配 什么呢 就是第一 我给你补脾胃 这些黄旗啊 色菌子汤啊 这些补脾胃的什么作用呢 其实我如果 我没时间做科研 要真做科研的话 这个应该什么 应该研究 这些补脾的中药 对有益军 尝到有益军的这个促进作用 他吃了以后一定什么 他是有益军的食物 有益军特别喜欢吃 那么吃了以后呢 就有益军就开始大量的繁殖 增加有益军的这个 这个数量 那么你能有益军多了 怎么样 能够吸收营养了 因为它是我们肠道的一部分呢 吸收营养 我帮你分解这个食物里边 这个营养 然后呢 开始怎么样 身体健壮起来了 对吧 这些一部分 然后为什么一定要加 黄莲黄芹之类的药呢 各位这里边 药里边有杀面 有害菌的作用 这是什么 我们中国古人说 轻湿热 什么叫轻湿热 轻湿热的很大一部分作用 就是杀面有害菌 这个是我跟大家这个随便多聊的 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中医 对吧 为什么 为什么是这样放如此经典 就是补脾胃是绝大多数的 然后轻湿热的 黄莲黄芹黄白什么 放一点 干嘛呢 我就杀面控制 有益子有害菌 然后前面那些呢 是有益军的这个食物 让有益军大大繁殖 对吧 那么再加上书丰值要干嘛呢 调整情绪 为什么呢 就是情绪反过来 也会影响肠道军群的这个 这个配比 影响肠道军群 因为你这个肠道里边的神经元呢 是受你情绪影响的 那么神经元的状态 又决定了什么 决定了你里边军群的这个 生存的环境 所以呢 我帮你书丰 书丰之后有什么作用呢 就能够帮助你啊 调上情绪 调上情绪以后呢 那么你肠道里边的军群呢 生活的环境就改变了 结果慢慢慢慢就开始调整过来 所以古代的方子呢 我们可以用中医理论了解 我们也可以用什么 也可以用这个 现代的最新的研究 大家说这你不讲西医吧 这肠道军群不是西医内容 告诉大家 肠道军群的内容是中医的内容 对吧 这种什么肠道军群的治疗方法 葛宏就早就用了 现在全世界都在用 诶 置换肠道军群的这种疗法来治病 对吧 但是全世界学术就公认 这个方法起源于中国的 葛宏的走后方里边 所以各位老祖宗写的东西 谁说就一定这些都是西医的呢 所以我们从这角度再分析一下 其实中医里边有很多内容 是可以做的研究往前发展的 我是不搞科研 但是我真的搞科研的话 我会往这方面研究 我曾经写过这方面文章 然后给西医的这些 这些这个肠道军群移植的大佬们看 他们这些大佬们认为 说这个中医啊 这理解的 跟我们理解的 真是能够这个汇通 能够沟通 真棒 他们还互相转发呢 是这样 所以啊 如果从这角度再看 生阳一味糖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角度 你看他怎么让你这个 这个营养吸收方面 肠道里边怎么发生的改变 对吧 那么如果不从这条角度讲 我们就从前面中医的 这个风能圣湿 如果补脾胃 如果生阳气 讲 我给大家讲的比较清楚 大家能明白的意思了 对吧 那么这方治疗什么呢 各位 治疗脾胃虚弱 阳气不生 体内有湿热 导致的各种各类疾病 比如说头面的疾病 头顶上面的疾病 对吧 上胶的 比如说有的中医就用它 治高血压 这高血压呢 很多并不是说的 肝阳这个上抗 这种高血压 有的就是什么 没劲 整天没劲 脾胃虚弱 对吧 胃感觉不舒服 这样的高血压 用这方治疗 效果非常非常好 对吧 有的中医就用它治疗 四肢疾病 比如关节什么的疾病 这关节 各种这个疼痛啊 这个问题啊 只要问他 脾胃虚弱 这总是胃不舒服 脾胃不舒服 总是没劲 头晕 那么舌头一看舌胎 上面胎比较厚 然后呢 这个有齿痕 用了这方子以后呢 效果非常非常好 立竿见影 那么还有呢 就是什么 还有就是调理脾胃的 对吧 调理脾胃 那么这个脾胃 如果这个感觉虚弱 对吧 体内湿气感觉比较重 像李东元 所描述的这些症状 这个没有力气啊 然后这个 这个嘴里边总是口干 口苦啊 然后这个关节 有点疼 什么 只要有这些症状呢 用上效果也非常好的 所以啊 这个中医呢 考虑什么 是病因病激 考虑什么 你这个症候 只要是脾胃虚弱 清阳不生 体内有点湿气 对吧 湿气 还有点热 那么用这方子 效果都不错 那么 只要治疗到病症 吸的病名 那要收起来多去了 有什么失眠 有腹痛 有内伤发热 这个神经关灯症 一型糖尿病 有这个肠义级中央症 就没事 一次冷冻 一次油腻的东西 就泄肚子 对吧 有治疗斑突的 有治疗伪症 就是这个四肢无力 走不了道的等等 哎呀 反正要收去吧 这病 无穷无尽 各位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中医用这方的 治疗的病这么这么多 为什么呢 各位 这就是什么 脾胃是人后天生化之源 对吧 脾胃是我们身体的根本 只要脾胃一虚了 湿气一重了 对吧 青阳不生 四肢什么 经络不通了 就会导致各种疾病 这个疾病范围会无比广泛的 对吧 所以呢 你要去按照这个病去找 这发生到底治什么病 各位 你找去吧 几十个 上百个可能都不止 对吧 所以呢 无穷无尽的 但是我们谨守什么呢 谨守这个症候 就这种症候什么呢 就是脾胃虚弱 像李东元 开始讲那些症状 哎 只要有这些症状 我们判断它是脾胃虚弱 青阳不生 体内这个湿气比较重 然后有点这个热 就有点湿热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子 要用这个方子 那么尤其是在秋天的时候 如果症状比较明显的话 用这个方的效果会更好 所以啊 为什么李东元是大师 为什么他的脾胃论这么重要 就是这个脾胃论里边的方子 每个方子我要讲起来 我觉得真的讲不完 我现在这一看讲35分钟了 对吧 实际上呢 这方要讲的 就应该是几堂课的内容 就是内容太丰富了 你把每一位要讲讲 里边是怎么用的 比例 为什么这么个比例 对吧 这里边特别有说到 对吧 李东元 然后讲这方子 最后怎么用 喝完怎么用 人家喝完 人家喝的时候怎么样呢 每次服三前 对吧 然后加上生姜 再加上澡 对吧 用这姜和澡 澡去喝 然后一起跟他熬水 对吧 熬完了以后 剩一斩 然后把这药渣去掉 温服 什么时候服呢 告诉你 一定要早饭以后 中午饭之前 就是早饭和中午饭之间 这时候什么 就是脾胃阳气 往上升的时候 对吧 早晨又对应肝 这方面又有什么 这个酥肝的作用 所以一定要这个时候服 那么服了以后 禁忌什么 跟前面那方的 叫补脾胃 蟹阴火 生羊汤 一个思路 什么呢 这个服完这汤药以后 各位怎么样 不要说话 两个时辰不要说话 比较讲究 然后这个尽量 不要喝酒 湿面 大料之物什么 不要这个 不要去吃 就是这种湿热东西 不要去吃 恐筑齐湿热 对吧 然后呢 吃着吃着呢 这药从三前 逐渐增加到五前 那么慢慢往上增加 然后一开始怎么样呢 这时候呢 不可饱食 一二天 刚吃的药时候 不要饱食 不要吃的很饱 对吧 为什么呢 不要伤到胃气 那个药力这时候 还不足呢 对吧 那么如果胃气伤了 你的胃气不能这个 开始运转 脾气不能往上升 就这样 那么这时候需要怎么 淡泊滋味 你吃的清淡一点 还还注意什么呢 还要吃点美食 就你别吃的东西 一点味道没有 还吃点这个好吃的东西 对吧 以助其药力 那么怎么样呢 让这个脾胃之息 能往上升 那么这个时候呢 注意还要稍稍运动一下 干嘛呢 以帮助这个药力 在体内转 你看人家讲得多细啊 稍微运动一下 小异形体 就稍微让你身体运动运动 当然 但是不要怎么样 不要太劳累 不要大劳一时 这个身体负伤 就不要那个 又去干活去了 不行 一定要休养 那么这个脾胃 在这种安静状态下 慢慢养一养 这个好了以后 开始恢复以后呢 可以少吃点这个水果类东西 少吃果干嘛呢 以助骨药之力 因为过去内经讲过什么 无骨为养 无果为助 所以这个人比较讲的 少吃点这个好吃的水果 这时候呢 我们注意别吃哈蓝牛肉 我吃稀果 那不行的 对吧 你吃点桃啊 苹果啊什么 真的用水煮一下吃 更好 这个呢 能够更好地帮助你脾胃的 这个恢复 为什么 各位 实际是给什么 给我们肠道提供更多的 这个营养成分 对吧 我们这个再信不讲 可以给肠道菌群 提供更好的食物 让有益菌更好生长 我可以这么说一下 那么这个呢 是李东元讲的这个 这个背后的这个 这个怎么去吃 这吃法以后我们多讲啊 今天不多讲 因为这吃法每个方子里边都有 为什么 里边到底什么 我们以后跟大家来多讲 那么今天呢 这个生羊一味汤呢 给大家就聊到这 这个算是开个头 因为李东元的一系列方子 特别精彩 基本上你把这方子掌握以后 一般的这个身体虚弱病症呢 我觉得大家都会这个 都会这个调理的 很简单 好不好 那么今天就聊到这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 希望我所讲的这些内容呢